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觉得最近为什么会抽上来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事件已经过了一段路 即是消发了? 其实就是感觉上应该要买 比特币之前升上来 有很多很多都是杠杠性的投资 就是借钱 然后再去买多些 整个市场上我们整体杠杠得极高 即是好像股票市场那些 那些融资融券那些比例 都是相当高的 当它要去杠杠的时候 当然会跌得比较急 所以去到大概三万五点的时候 三万四、三万六、二万八的时候 市场的杠杠已经去得差不多 可以看到应该要买的人都已经卖完了 再加上监管上的一些故事 都已经差不多过了一段落 所以市场又开始升上了 明白 之前我也听说过 有些人说 升势持续不了 因为纯粹可能之前 累积了太多淡仓 事实上有相对的数字体 譬如上星期 开始夹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有些平台报道 说单日有超过七亿美元的淡仓被评 三个月以来最大的规模 这些夹淡仓的东西 经常都会出现 问题是 究竟这些指示 你觉得能不能够用来摸 究竟比特币 纯粹是一下子 很冲动地上升 还是不是 红市都会继续的 还是这样 这个就是 我夹淡仓是 我相信是因为 近期这两个星期反递 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的确实是超巨型的淡仓 你说会不会这一样东西 可以衍生到它 就是会继续升上去 或者是下一个熊市 我觉得我依然的观点 都是大概 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还未可以确认是牛市 但是它的支持率也很坚实 也很明确 所以我觉得 应该都是在这几个 譬如四万点至三万点附近 就是上上落落 直至他们找到下一个 就是下一个 下一个叫做什么 下一个叫做 Catalyst 对,Catalyst 吹发剂